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 但真挚的感悟 没有磨灭 生命是短暂的 而爱情是永恒的 有一个可以思念的人 就是幸福 晚上好各位朋友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出自 严谨俊二的作品 情书 上期节目 我们给大家播讲了 穆严先生 在汕头大学 2017届毕业典礼的时候的 一段演讲 那么在这次毕业典礼当中呢 还有另外一个 更为重要的人 他就是89岁高龄的 李嘉诚先生 他已经是连续16年 出席善大的毕业典礼了 并且在现场呢 发表了一篇新的演讲 叫做 愿力人生 这篇在网络上 也流传的非常广 我们今天 一起来分享 如果你想看到 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搜索添加 静波频道 每年参加 善大的毕业典礼 我内心总是充满喜悦 在湖堤散步 在真理中下 听同学们朗读志愿 历历在目 声声入耳 处处感到迫不及待 要朝理想出发的活力 特别是今天 看到你们兴奋的脸 如果会堂内的正能量 可以灌入瓶中 一定可让我的经历 再延长90年 感谢大家 与我分享这快乐的时刻 我明年90岁了 一生志在千里 也知似水流年 我年轻过 历尽困难试炼 我深刻知道 成长之路 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高增长急遇巨浪中 愚人见识 智者健全 阴寻的并发症 是不思不想 和无感无知 在人工智能世代中 肯定过不了关 驾浪者的基本功 时时刻刻 要灵敏 快知快明 要有独立思考物理 能运用想象 把现实 数据 信息 合组成心 愚人只知道 唯 也就是土度 智者 有愿力 把唯 土度 便成为 土壁 愿力一族 是如何修炼 如何处事 如何存在的呢 愚人 常常抱怨 变得墨守 成规 是被逼出来的 被制度盈溢 被繁文 辱节 捆绑 被不可承受的期望 压得透不过气来 他们渴望 赢在起跑线上 希望有个富爸爸 加上天赋的优越组合 认为 人能鸿道 改变尘世复杂 和无可奈何的扭曲 太负重 道能鸿人 肯定更舒服 这样的心态 他们已输在起跑线上 传统中国的智慧 告诫我们 命与运 是互动交织的 拥有一切 也可以一无所有 懂得 善责 才是打造自己命运的保证 而命运 大赢家的梦幻DNA组合 是科学心智与艺术心灵的组合 才可把潜能修炼为初众的人生 性格基础是意志力 自律的坚持和创意潜力 相形相素 才可达至拥有挪移心外喧哗的处世心理 自律是铁杵成真的意志功夫 每个希望成为大舞蹈家的人 每天面镜 并非固影自怜 而是不怕疲惫 不怕痛苦 以而再 再而三 修正追求举重若轻的完美 技巧内化自我之中 走到台前 深于雾化 异道图成 我今天 为什么选择舞蹈幻灯为背景呢 诗人叶茨的提问 意识重地 怎样才能从舞蹈之中 辨别真正的舞者 舞蹈家个性魅力 触动观众 凝柱一瞬永恒 艺术映照人生 启迪感召 每一个愉悦艰难 超越局限 追求更高水平 开拓无限的可能 最后 我想和大家分享 去年 我和一位多年在汕头大学服务的老师对话 当我感谢他多年孜孜不倦培育学生的时候 老师引用王阳明一语 千圣皆过影 良知乃武师 良知 是成就尊严和有存在意义的明灯 各位同学 道立之线 要靠愿力突破 我知道 你们一定会怀着千功 感恩的心 以信心和想象力 追求一个开放进步的世界 建立一个关怀的社会 成为真正的舞者 今天你以善大为荣 明天善大必将以你为荣 再次祝贺你们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学习天天奖上 只为了我那位的愿望 将来能有一支枪 那时候我总是记得那么早 总能看到鸟儿在舞蹈 我穿着节拍的上衣 红颖紧在胸前飘 每天下午的五六点 姐姐又在叫我回家吃饭 我总是躲着不让她看见 她的声音越来越远 她的声音越来越远 时光一晃就三十年 我们早已变了终点 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 我想回到那一天 那时的天是那么朗 我的笑容 我的笑容那么灿烂 送别的歌手还在 我想回到那一天 我想回到那一天 又看到火红的太阳 我现在看到红那样的感觉 跟小时候不一样 我又想回到那一天 月亮又靠在我的枕头上 我又想起床前明月光 想起了妈妈的一双手 还这么轻声唱 时光一晃 时光一晃就三十年 我们早已变了终点 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 我想回到那一天 那时的天是那么朗 我的笑容那么灿烂 从别的歌声还在 耳朗 我想回到那一天 每一天 在这些父母的贪战 我很少在家 那你们明天 也认为 那些ayım 时光一晃就算是 我们早已变了永远 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 我想回到那一天 那时的天是那么冷 我的笑容那么寒冷 送别的歌声还在耳朵 我想回到那一天 我还在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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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回到那天 我还在耳朵 我还在耳朵 不如今我也儿立之年 我也有了一个爱人在身边 我爸和我妈也渐渐地牢去 我爸和我妈也渐渐地牢去 好像就在一瞬间里面 听完节目别忘了打赏哟 谢谢大家